字幕志愿者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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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啦不行啦 好像是誇張了 涼粉每一次拍片的時候 都會搶著上鏡 Hello,我是Terry 今天我又在淘寶買了一些新東西 立即開給大家看看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這次在淘寶買了些什麼 無光燈,電話夾夾,鋁合金打橫 可以上麥克風等 這個Gopo用在穩定器上的轉接器 一支指向性的麥克風 Gopo的3.5mm演接口 這個就是在香港買的 這個Gopo的龍是鋁合金做的 1秒開箱,數3 1,2,3 LIN 魔術有點失敗了 你看看變成了一盒 這盒為什麼變不出來呢 我想因為它實在太新了 因為這盒是3天前才推出的 有個Gopo的龍,鋁合金做的 都頗聚手,頗實正 手感非常好 之前推出的兩個版本是塑膠做的 樣子大致上都差不多 我可以看現在畫面上的這張照片 這張是第一代 而V2的時候 V2是變成普通螺絲釘位的腳架 分別就是這樣 兩個都有塑膠的 兩個好處就是 可以把這個3.5mm的摺膜 塞到它的底部 現在這隻也是會塞到的 我看到它的淘寶是叫做優蘭子 它的英文 我不知道是什麼文 根據我的經典 大部分都是國語的拼音 優蘭子 它們的拼音是這樣的 如果我讀錯的話 就不要笑我 記得告訴我 你們如果有看上一條影片的朋友 都知道我買了兩個 這樣的塑膠錄 如果你是拍Vlog的朋友 你就不可以塞這塊東西 你GoPro要入麥克風 就一定要買這塊東西 你說這塊東西如何調調配好呢 然後你就要加上這支麥克風 你放在哪裏 上面也沒有Horstool位 你是放不上去的 會不會是很餓氣的 整個抽的東西 就變得很麻煩 登登登登 set up 完了 就是這樣了 我相信這件東西是最完美的 現在是 我今次這條影片 就主要是想說回這個 最完美的設置 我想介紹給大家 現在我的設置是這樣的 如果你們覺得不夠光的話 就可以加上燈 加上燈 加上燈就很簡單 這樣加下去 轉一轉 這樣就搞定了 一開 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就可以補光了 我剛才在公園裡試過 進入兩顆EA電 就不會進入電池 我現在拍一拍給你們看 畫面就會變成這樣 有些燈的畫面 有些造型 這個畫面有較最光 現在最光是會這樣的 在茶餐廳吃飯 都試過這支麥克風 看看行不行 我現在就試著麥克風 因為現在在這間茶餐廳裡面 非常之吵 你看看我現在這麼細聲說話 是收得聽不清楚 我們試一試個分別 我現在拔了一支麥克風 看看收得清不清楚 現在是 我現在拔了一支麥克風 現在拔了一支麥克風 我現在是要拔了一支麥克風 你們覺得收了一支麥克風 應該會收到一支麥克風 應該會收到一支麥克風 應該會收到很多周圍的東西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那些東西 多數都會在餐廳拍片 試一試 我現在說話不太大聲 好像我現在在跟朋友 在對面說話 那樣 用小聲 我剛才試的時候 就拔了一支麥克風 試一看有什麼分別 這支麥克風 要小心一點 不要讓它進入鏡頭 還有我想說 這支麥克風 原本跟了一支麥克風 這支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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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拔出來的 這支麥克風 我之前在圖購買的 黑色膠蓋 我把它套住了 這是另一個選擇 你可以這樣套住 套住鏡頭 因為我發覺 原本它是可以這樣的 原本是這樣的 其實它只是上螺絲 在裡面有上兩顆螺絲 這樣就可以鎖住 你們可以加Filtre 原本跟來的鏡頭蓋 其實是這樣的 鏡頭蓋 就要看到這個 我按的時候 就有機會刮傷 GoPro鏡頭 所以我打算不跟它 我覺得這個鏡頭蓋 很一般 因為GoPro鏡頭 是凸出來的 那兩塊硬膠 有很大機會 所以我剛才發現 這個GoPro鏡頭 有鏡頭 這個玻璃位 無緣無故有少少花痕 就是我懷疑在這個鏡頭蓋 造成的 但我不肯定是否這樣 如果有其他朋友 用到的時候 都會發現 有這個問題 可以在樓下留言告訴我 所以我暫時拆了它出來 可以隨時都 加上螺絲 它上螺絲 看到嗎 後面這裡 有兩顆螺絲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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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著 拆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我暫時用這個鏡頭蓋 放上去 這樣就夠了 我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我發現都蠻好用的 我究竟要怎樣收到背包呢 這個鏡頭蓋 正常都不會那麼高利用 太外眼了 你還要伸長腳架 伸長之後 整個鏡頭蓋這麼長 就會很外眼 周邊的人都會看著你 你看 多外眼 我建議的原理配置 2019 就是這樣 好了 介紹到這裡 實測的片段 就可以看現在後面的片 至於其他淘寶的配件 我這次就不介紹了 我會全部剪掉 你會看到桌面有一堆東西 但我這次是不會介紹的 留下一次再說 今集的節目就來到這裡 有興趣的可以叫我看下面的影片 沒有興趣的話 可以按個讚訂閱 再留言給我 這樣就很棒了 好 我們下一集再見 有興趣的就看下去了 拜拜 這個鏡頭蓋怎麼開呢 就在後面這裡 向上拉 這樣就會把門拆掉 我把這部機放進去 很適合的 加一部機窗門 它有個筍位 對準的筍位 就像落疊放狗一樣 就可以關掉了 很輕鬆 這個鏡頭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位 這個位 原本就是插Type-C頭 和SDMI 充電位 可以這樣 一向下推 讓它脫掉 它脫掉了 它脫掉了 之後 這裡就變成 類似我這個殼 旁邊 可以隨時拆出來 這個就是它新款的好處 可以變換 原本的GENI VF2 那個塑膠版本 這個位置 好像原裝的盒子 所以你不能這樣移開 這個好處就是這樣 然後你這裡 如果要充電的話 就在這裡插充電口 但是SDMI的位置是充滿了 所以它是給你們 加上這個Effecter用的 這個GoPro的賺錢 技量就是這樣 那你就要在這邊這樣宣過去 這邊就可以插咪 完全收納了3.5mm的Effecter 這個口開了的時候 是很大機會入水 當然你不能讓水淋下去 你不能潮水 但是你下雨的時候 可以避一避少少 防水滴 不過也不是太防 我也不建議在下雨的時候 這樣打開機門來用 其實我也不太安心 然後就安裝了咪 然後插進去 然後插進去頂頭 它有兩個Hot Shoo 位置 好了 已經可以開機拍了 它原裝這裡 是用了螺絲位 如果用螺絲腳架 就要用這一件 好了 如果你不喜歡用螺絲腳架 沒問題 它也跟了一個 Action Cam 的腳底 就是這一顆 這一顆 在這裡上一顆螺絲 把螺絲放進去 好了 套進去 好了 搞定了 2019 最完美的 Gopo Ford 機 就是這樣 我已經砌完了 就是這麼輕巧 你看這些配件 已經暫時不需要看 然後再蓋上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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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換一些 52mm的Gluta 不知道毛頭會不會 蓋上蓋子 我開機看看 好了 我開了機 可以了 那你們可以看到 現在畫面上 這裏 是剛剛好補遮著 鏡頭 如果咪有少少 對一對 已經看到 那邊 在這個模式 是看不到 如果調校Super View 的時候 很明顯已經看到 咪頭 就在這裏 對了 跟大家說一說 這一點 就是你不需要收音 得很漂亮 也沒有買這裏 3.5mm的時候 那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鐵籠裡面 底部會不會阻礙了你們呢 如果你覺得阻礙了你們 其實是可以拆掉它 它底下是有 和紓的位 你可以拆掉它 這個殼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可以這樣變身 第一變 第二變 第三變 拆掉之後 就變成這樣 OK 那它的底部呢 是 有幾個螺絲位 底是這樣的 你也可以上回 Action Cam這個位置 可以這樣裝下去 不用裝3.5mm 就是這樣用的 好 上完之後呢 底部呢 就變成Action Cam的底部了 就超棒的了 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之前是在機背這裡 貼了一塊玻璃貼的 因為太低的關係 所以那個玻璃貼是會頂著的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去撕回它 因為那塊玻璃貼也有少少厚度 所以就會有這個問題 那跟大家說一說 很棒 這條棒呢 就是把咪頭塞到旁邊的 好 這樣裝完這個之後呢 你還可以放幾款腳架 那其中一款就是這樣 這樣裝下去 這樣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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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眼燈可以這樣放 也可以 全部都是看你自己喜歡 可以這樣放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看起來好像很狂 那你裝上這條打橫的棒之後呢 那你就上不到 GOOCO的腳了 除非你又買一些轉折頭 但這些配件的東西 怎樣買都可以的 所以就是看大家 喜歡怎樣組裝就怎樣組裝 現在 給我用的話 我就應該不會加這條鐵了 我建議完美配置 2019 就是這樣 好了 那今集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有興趣的可以按個讚 訂閱 再留言給我 好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